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回到Tony的频道 先赞后看,盈利不断 大家还没有看过我上期视频的话 去翻看一下第189期 那里的话大概是对大盘SBX做出了这样一个五浪的一个推演 就是说呢,离见底还有一段距离 这周的走势也差不多 等会我们来分析一下大盘当前的走势 同时对SOXS做了分析 现在这是上周的点位 对吧,现在已经涨到了1314块钱了 已经涨到了我们的目标价位 包括NVDA女大的话也是到了净线 下跌到了净线 特斯拉的话也是在持续的下跌 等会我们再分析一下特斯拉下一步是怎么个走势 特斯拉我们先打掉4小时图 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的视频分析了 说了这边呢是一个大顶 这边这个黄色的区域 是吧是一个大的一个顶的中枢 跌破了下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呢上周也说了 是一个五浪的这么一个下跌走势 目前来讲这边做了一个中枢 就是上周 但是呢中枢没有守住继续下跌 这是符合我的预期的 就是说他还没有见底 大家的话如果要抄底特斯拉呢 嗯 现在还不要慌着着急的抄底 还要等一等 我的大概的给他的点位是在这里 195左右 159左右 五浪见底 同时呢这个下行的这个通道的这边 获得支撑 这边呢这个重要的一个交汇处呢 也是这么一个大的上升通道的交叉位 我们仔细看一下 应该是193块9毛4 因为我经常说大概在195左右 那是要加减的啊 这是一个大概的区间 所以说如果精确的看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193块9毛4 194的价位 嗯 到了这里有支撑 嗯 并不能说明呢 这里就是底 只是这里大概率可能是底 对吧 到时候我们呢 就是说你现在的操作呢 要带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看 如果你在这里抄底做多的话呢 那有可能他还会有一定的下跌 而且到了这呢 尽管他有支撑 他不一定能支撑得住 所以说这都是后话 就要作为你的这个操作的考量 嗯 做中期来讲的话 就算他有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 假设啊 他反弹到这个缺口的位置 打极值的话 我认为他会 可能会反弹到极值的 这个去补一下缺口 或者说缺口补不了的话 他就在缺口的下沿 对吧 到时候那时候呢 还会跌下来 所以说大家要有这个意识 他这个反弹呢 只是一个逃命的反弹 逃命波 作为长期长线来讲 这边大头已经确立了 这边的波段已经走完了 他也要跟大盘 对不对 等会我们要看一下大盘 所以说长线我是不看多的 长线我是看空 短线呢 有可能会触底反弹 有一个反弹的趋势来做多 这是短短线到中线吧 几个礼拜之内这样的 女大NVDA也成功的到了竞线的位置 上期视频呢 他其实下跌没有太大这周 但是他上期视频在这吧 也417块左右 然后跌下来 对吧 尽管呢 这是一个很小的点位 其实你要是做空的话 加上杠杆 盈利也是蛮大的 因为这是比较确定的行情 你95%的胜率的话 就可以加仓位 加杠杆 就拿那么这个点位 都能够发财 但是拖铁本身也没有做啊 拖铁本身也没有做这个NVDA 但是现在呢 既不好做空也不好做跌了 因为他在一个竞线的位置 下周有没有可能反弹 这都不知道 就要看他在这个竞线的表现了 如果他跌下去 这边的大头尖顶就破了 大头尖顶一破 那他就麻烦大了 大头尖顶一破 一般的话是有一个回踩 然后呢 再继续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在这个区域呢 拖铁会选择做空 这是NVDA 啊 soxs 这个剑客表现非常的好 到达了这个我们的目标点位 上期视频说在1314块钱 现在就是到了13块 13块9毛的位置 啊 做多的做多soxs的仓位呢 就可以暂时开始止盈了 把它止盈 嗯 留一点底仓也可以 因为我不是说了吗 他有可能在这里呢 继续short squeeze打上去 因为看拉不动 拉不动这个剑客的表现就非常的亮眼 他就不断的在short squeeze再打上去 现在根据这个波浪 我都分析不出 他这浪该怎么走了都 嗯 我现在就只能说用这样的理解 这边有1234 这是第五浪 这第五浪 它尤其的长 第五浪呢 又分成了ABC三段 啊 只能现在边走边看啊 对吧 啊 根据禅论的话也是边走边看 因为他一个中枢一个中枢的往上打 他他这个周五 他这个小中枢 我们打到15分钟看一下 他这个小中枢也破位上去了 就是说动能非常的强 XBI还在往下走 拉不动的话还是说没有见顶 因为他这个小中枢上破了之后 离开了这个小中枢 还要继续往上走 再做一个小中枢再往上 我预计他的点位应该在这里 我给他的target 目标点位是33块4毛5 XBI的话我们等着大惊现跌破 XBI如果大惊现跌破 那就是真正的todamun的时候了 拉不动就要todamun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我的拉不动todamun 大多大多数人应该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todamun还有这个我跟群友不是说了吗 todamun还有一些底仓在那个退休账户里 当时买的非常的低 应该是价位在 14-15块链左右 这个拉不动的形态来看呢 这明显的W底 现在已经那个看这边W底 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 现在上已经突破了净线了 在这个地方就是净线 23-24块链 所以说我怀疑啊 他还会继续的往上飙高 飙高到这个34-36 谁知道呢 反正就到了至少要有一定的离开段了之后 然后呢再回踩 再回踩这边的净线 因为越高的话他的回踩对吧 也就是越深 又正好配合那个大盘 大盘的那个反弹 然后之后他在大幅度的开始拉升 在这个 到时候我会提醒大家到了这个24块钱左右的点位 那我们就要开始接了 拉不动 一定不能让他这个 一定要上车 这个之后的这个就是高了去了 第二V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根据这个波段来讲的话 这边是12345浪 我之前在群里发布的这个目标价位是在75-76 现在我上调了目标价位 到达823 823这个点位82块8毛5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他最近的表现实在太好 因为他他也是在不断的一个中枢一个中枢的往上打 这边 这边一个大中枢 离开段了之后 形成一个小中枢 你打到15分钟 这边小中枢只要再一突破 那又是一个上涨 对吧 这边一个大中枢垫底 这边一个小中枢大概率他会突破往上走 当然就是说你也可以说 这边小中枢他万一往下突破怎么样 那如果突破了中枢这个底 65块3毛2 那多仓就要走掉 止损掉 不是止损 只赢止损 我们应该不应该止损了吧 你现在那个进拉不动有点晚 对吧 不是进这个第二V 就算在这进了 然后你 这个地方还是别进了 这个地方在高位不好进 那个如果要进的话 应该在65块6毛4左右进 然后在下面设止损位 然后他上去的话 那就赢了 如果他再往下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止损位 损失也不会太大 好 这是第二V 第二V应该大家应该看到其他视频吧 其他博主发布的 包括伊朗马斯克也 也说这个commercial real estate 现在要melt down 对吧 马上要波及到这个 啊 home home的price 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嘛 你看这个利率这么高 然后mortgage利率也这么高 已经到了8%了 啊 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 对吧 这就是这个必然性 我们要做这么一个 有必然性的事件 对吧 这好像也是杨世光的一个观点 我非常赞同 杨世光呢 他不能够time the market 他也不会做技术分析 反正说来time the market 他就 但是他会说呢 根据一些基本面的分析来说 这个必然要发生的一些大概率事件 八九不离十 我觉得他都是对的 因为他们的团队这个分析这个必然发生的事件 还是走在前面的 tmv来讲 tmv啊 是这个20年国债 他的eer的 啊 他是反 他是 他是那个反tlt的 tlt往下走 这个就往上走 所以说呢 我在群里一借的就是 就是 很早的时候就 就跟大家说 你就买这个等于是定期存款了 他一路呢 你看他一路的往上走 现在基本走到了第五浪了 一二三四五 基本走到第五浪 要在这里一个中枢呢 我觉得他要在这盘整一段时间 甚至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踩 所以说这时候 我们的tmv呢 要先步 先离场一下 到时候 啊 他回踩了完 回踩了到的低点 我们接 然后呢 他还会有一个波段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QQQQQQQ的话呢 我认为他在走一个ABC的三段 ABC 这个C段 我们现在在走C段 上周一直在这里做一个中枢 他在中枢里头在做一个盘整 并没有下跌和上涨太大的波动 但是问题是这里是不是底部呢 我认为还不是 我觉得跌破了这个中枢之后 他还会走这么一个相应级别的中枢 才能够说把这个段完美的走出来 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五浪下跌的 这么一个形态 这是我的推演啊 假设这么走的话 那点位就可以打到330了 所以说下面呢 还有一段的做空的一个空间 我现在是这么看的 好 重轴系我们压到最后看一下SPY 这个是标普的SPY 我们先来看一下周的结构 周的话 啊 非常的不好 周的话 你看这边一个斜的上升的轨道 本来是很标准的一个轨道 这边是明显的周K线实体 英K把它破掉了 这都没什么这个悬念了 也基本的话 一般华街都在周五留一个悬念 对吧 在那儿play the game 让你分不清 他一般停在这儿 他停在这个420的位置 他 然后呢 你就不知道下周怎么走 有可能往上 有可能往下 对吧 现在呢 他是明显的跌破了这个轨道 明显跌破轨道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上升的趋势已经完全破坏了 下面必然要有 要以空头的思维来考虑这个事情 空头的思维 这是大方向 大家别把大方向搞错了 所以说这里呢 逢高做空 啊 就算这里是底部暂时会有一个反弹 你逢高做空永远不会错的 现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就算他有一个反弹 对吧 你忍受一下浮亏 然后逢高往上空 你当然要这个资金管理管理的好 然后往下做 他最终还会要跌下来的 他的 他跌下来的这个深度深了去了 你看这大块空白全是他要跌的 他会跌过前低 前低348 这都不算什么 轻松的会破掉348 那是后话 我现在不想这个scare大家 回到这个技术走势的话 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 他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均线打开 均线的话 他倒是踩到了M160 M160会有一定的支撑吧 应该 看下周有没有一个小反弹 下周的底扣位是在这根k线 它是一个阳k 在407.5 所以说呢 对他的支撑呢 是不好的 能不能直接破这个M160 不知道 下面的点位就是393的位置 寻找支撑 这边的开口非常的大 这边的开口也是看空为主的 倾向于看空 我怀疑啊 他要这个慢慢的走 走到 他这个线要慢慢的走 走到零轴的位置 然后在这里做一个反弹 然后怎么下 有可能是这么走 所以说他不到零轴啊 零轴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就没有见底呢 这也是一个猜测 我也不知道底在哪 看这个大概的位置 怎么也要到11月6号这周 才能见底了 那可能是要打到这边的 395的支撑 395到400的支撑 好日图 我们来看一下日图小级别的 因为那个大洲现场你就是瞎猜嘛 肯定也不好判定 只不过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你看他的这个大的支撑在哪里 我们看日图来讲的话 这边他是明显的跌破了轨道 M160的拐头向下 这边的均线呢 发散都是看空 MACD也是看空 这是对技术的解读啊 这没有什么好这个debate的 上周托尼呢 也有一定的想抄底 如果在这里 在这里 他支撑住了之后 因为这边是一个大净线 你看这边一个大净线的一个支撑嘛 如果他在这里支撑住 在这里反弹 那就是一波不错的反弹 盈亏比不错的 所以说托尼呢 在这里也是有这个仓位 超多 但是发现他没有上去 就赶紧的止损出局了 没办法 这边来看的话 这个中处是相当的大的 我在上期视频 不记得是不是上期视频 还是在我们群里说的 反正这个级别蛮大的 这个级别大了之后 就把这个你看这两段分成了两段 从这个438往下走 走到这段呢 那我们就叫A段 对吧 A段 这个中枢是他本身做了一个B段 那下面我们现在是在C段 就在C段里头呢 他走完了一个线段了之后 这边形成了一个中枢 这大概是周五我们的中枢 希望他能够在这守住 结果也没有守住 继续下跌 破了这个中枢 那既然破了这个中枢的话 那又回到托尼的理论 就是也不是我的理论 就是根据禅论的走法的话 应该是这么走的 这是一段下来 然后这再一段 这是事宜啊 再一段 这个间隔太近了 这个你看这个第三段的间隔太近了 就是说他 他的下跌的点位啊 还是有一定的点位下跌了 如果三浪 因为他一浪这边非常的长嘛 如果三浪的话走到这儿 反弹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 五浪我们就算保守点草草收场 那他有可能在这里收场 又可以在这收场 对吧都有可能 因为他一浪实在太长了 我们就取一个中枝吧 在这里收场 那这也就打到了398400的价格范围之内了 所以说还是不容乐观 我觉得 我个人是只有一些空头的仓位 现在 大量的还是现金 我做那个游和器比较多 这个那两个不跟大盘 大盘看不准的话呢 就离大盘远一点 对吧 当然呢 如果同理反正个人的话 根据这个 我的分析 我会以看空为主 逢高看空 我不会说积极的做多 这是两个不同的态度 对吧 你积极做多 就是不但就想大家抄底 这肯定是底了 我一看这 我套牢了 我套牢了 我就想这里是底 对不对 你肯定是这么想 那是市场它的走法 给你的主观意愿是 一麻田关系都没有 你随便你怎么想 随便你一百个人怎么想 一千个人怎么想 群里的所有人都那么想 没用 市场该怎么走呢 他就还怎么走 花街说了算 就是我们的老话 花街说了算 其实是市场说了算 咱们理性的分析 理性的持有度 自己的仓位 做好仓位管理和风险控制 不要的一味的堵单边 好 图尼尽管认为他是这么 有可能 是这么五郎向下 结果 他一个大反弹上了中枢 再打上去的话 那就要 change我的view了 我也会改变观点 这个必须要走一步看一步 好 大概今天就讲这么多 我们看了很多的个股 包括这个大盘的分析 下方留言 直观数钱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撒描一下 谷歌的话也是跌破了 这个谷歌一个大缺口跌破了这边 这个大缺口呢 有可能他会去回补 可能会趁大盘的反弹回补 这个200币均线还是在往上在走的 他可能下面的支撑就在200币均线 117.5 到了这之后 反弹也是很有可能的 那我们下方的币均线 那我们下方的币均线 我们下方的币均线 我们下方的币均线 大家公主要看 我下方的币均线 在这边 母币回忆 把这趟 我们下方的币均线 回忆 我们下方的币均线 在此